台东市有一名石荒妇人 常年回收旧棉被 洗一洗之后再分送给街友帮助人 非常有爱心 但是移民署到社区去服务 却意外发现这名妇人自己本身的命运很坎坷 她早年远嫁新加坡 之后回台湾 但是儿子始终都没有涉及 17年来就四处的躲避警察 现在在移民署的协助之下 她终于成为了台湾人 瘦弱娇小的妇人 骑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后头挂着满满的资源回收物 她把捡回来的救棉被洗得香香的 打算分送给街友 扇行传开后才发现了 背后有一段坎坷的故事 原来她现年32岁的儿子 一直无法涉及 我难过 我很痛 我比她还痛 我在想 我的孩子 你母亲如果我跳起 你该怎么办 妇人早年嫁到新加坡 但因为丈夫外遇 她独自带小孩回台 但错过涉及时间 导致儿子17年来没工作 没健保 还要夺警察 最近在移民署协助下 正式成为台湾人 我已经很久没靠 但是那天我很想哭 凡事都有她的安排 虽然有更慢一个 17、8年 但是 还是有啦 盛行揭露妇人不幸的婚姻路 也让儿子的幽灵身份 曝了光 现在终于能抬头挺胸 走出去 展开新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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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